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個人修眉毛的一些步驟 還有技巧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囉 然後像我本身呢就是一個眉毛極度粗的人 而且是從小就這樣 自圓的照片 你自己看 我的眉毛有多可怕 超粗 大家就是幾乎跟審美一樣 我建議大家呢就是千萬不要再 就是眉毛全部長出來之後你才開始修 因為像我的習慣 因為這樣會非常難修 以我的習慣是呢我只要就是修好一個型 之後我要維持它 我就會不斷的在 它眉毛已經長出來了一根兩根 的時候我就立刻拔掉 這樣子你的眉毛的型就會一直都在 而且你也不用 重複就是兩三個禮拜再 重新修一遍然後 又經歷什麼眉毛拔錯啦 然後眉型跑掉啊 或者是重新去測量你的 眉毛到底哪邊高哪邊低啊 超級麻煩的 像我這一次就是留了 兩個禮拜都沒修 所以我就是修的時候就覺得很累 因為要一直看哪邊高低不對 但如果你修完之後 一直持續的去維持它的話 你的眉型真的是半年幾乎都不會跑掉 除非你要換眉型 我先介紹一下我會用到的修眉工具 那第一個一定是剃刀 那剃刀主要就是來修除那個雜毛 而且是大面積的雜毛 還是鑷子 那鑷子呢對我來說鑷子就是修飾眉毛局部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所以它就是不像剃眉刀 剃眉刀是可以大面積的把一些雜毛剃除 那這個呢就是當你在修眉毛的形狀的時候 比如說你只插了一根要把它拔掉 那當然是用鑷子啊 難道用剃刀慢慢的刮嗎 也有夠累的 再來呢是剪刀 小剪刀 小剪刀的作用就是在你平常 像我的眉毛是比較濃密 而且我的眉毛是很長的人 比我的眼睫毛還要長 所以就是我這個眉毛就有時候需要打包 然後像我 也需要就是修剪一下形 因為眉毛有時候尾巴會亂翹 我就需要把它修剪掉這樣 然後再來是眉梳 眉梳就是主要把你的眉毛先梳好 梳順之後再開始修你的形狀 這樣子你梳順之後才知道 你知道哪一根毛會亂翹 就是靠它 那修眉毛之前呢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眉尾 眉峰跟眉頭 你要點在什麼位置 比如說眉尾是在 眉毛的尾巴是在 鼻頭眼角到我下面這個角度 然後在這裡 然後就把它標著 超過這個點以外的眉毛就把它剃掉 然後眉頭呢是標在鼻翼 超過這個點以外的毛就把它修掉 然後再來你的眉尾看你想要落在黑眼球上面呢 是可以畫出一個彎彎眉的眉型呢 還是你想要帥氣一點的有角度的眉型呢 就是在眼尾的地方對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眉毛 它已經呈現兩個禮拜沒有修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看到雜毛超級多 而且我是毛會長到就是連這一塊太陽穴這一附近 都會一堆雜毛的人 我就是一個毛很多的人 在修眉毛之前我會先直接把這些 絕對是 絕對是雜毛的地方我一定會先剃掉 所以我現在會直接把太陽穴這邊剃掉 但是你要注意喔 如果你旁邊是有胎毛的不要剃太多胎毛 因為胎毛剃掉的人會看起來比較老 好靠近眉毛的地方我也是 稍微剃一下 然後下面這裡眼皮的地方不用講 這一些一定是雜毛 不要猶豫直接剃掉 剃完之後我就會使用鑷子 把周圍這些剃不乾淨的雜毛 拔掉 可以順便開始修形狀 你可以看到上面 上面有一些很細微很細微的雜毛 一根跑出來的那種 把它拔掉 它很明顯就是已經脫對了 既然它已經脫對就 直接把它斬住 好我現在兩邊都修完了 你們可以看到我 沒有了雜毛 眉毛變得超級 就是眼周會變得非常的乾淨而且明亮 然後像我自己呢 我平常就是一定會 因為我毛非常多 所以我在剃眉毛的時候 一定會剃到太陽穴這一大區 到額頭 這一整區我都會剃 因為我的寒毛太粗了 所以我就會一定把它剃掉 這樣妝容看起來才會比較乾淨 然後大家記得就是 眉心中間呢 也要剃 因為就是眉頭越近 看起來越兇 眉頭越開 五官會比較分開一點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兇 可是我喜歡比較個性的感覺 所以我通常就會讓我的眉頭 是稍微比較近 但因為我這邊眉尾的毛比較少 所以我這邊不會去修它 可是呢 我眉尾的毛 有沒有看到 它是亂翹的 亂飛的 所以我會用 它會影響我的眉型 所以我會用剪刀 把多出來的地方剪掉 這樣你在畫眉毛的時候 你畫完那個型就是很明顯 你開始叫啦 你好吵 反正那個眉型就會很明顯 就不會有那個毛 一條一條的往外飛這樣 那我這邊有一條是整個 是 蜜毛往上翹欸 超吵 這樣 剪掉你看那個型也就好了 所以我建議各位 真的眉毛要一直不停的修 千萬不要就是過一個月才修眉毛 因為你會很想死 就你自己修的時候會覺得超煩的 像我剛才修我就覺得好煩 因為我平常修眉毛都不用這麼久 好啦 反正總之呢 就是提醒你們 就是 千萬不要懶惰 修眉毛這件事情 而且假如你不會修 你就第一次去給櫃姐修 或者是你很厲害的朋友修 修完之後 你自己一定要 千千萬萬一定要一直框 去整理它 就是一有雜毛 就拔掉剃掉 這樣你的眉毛 就可以維持很久了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呢 的朋友 請幫我按讚或分享 那也可以加入我的粉絲團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